譚伯過幾月沒見你瘦了很多 你減肥成功 瘦了16磅 現在行山游泳打球 最近香港發生什麼事 你一定是緊貼的 就是這個人大會議也都將香港的選舉 重新已經整理過一次了 張曉明來了香港 連續幾天 他據稱會舉行六十場的座談會 帶著耳朵來聽聽國界 香港的政改 基於311可以怎樣改 他很重要的句話 他說一國兩制依然是在的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台灣國民黨 前總統馬英九 就說這個一國兩制已經宣告死亡了 你怎樣看呢 今次台灣的反應 是不是一國兩制在台灣完全沒有市場了 一國兩制早就在台灣沒有市場了 一直都沒有市場的 我想很多時候你們受了一些香港某些傳媒 好像蘋果 一周刊那些迷惑 因為你知道蘋果最厲害的東西就是照抄 台灣綠營 民進黨那些叫做扭曲的連論 比如最簡單的連論就是九二共識 就是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就是叫台灣蓋梯 其實這些完全是錯的 台灣的一貫立場 從來沒有接受過一國兩制的 九二共識也不等於一國兩制 很簡單的 因為我拿一本書過來給你 下一半節我拿一本機密文顯給你看 就是多年我幫台灣的最高智庫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就專門兩個禮拜四一次給這個台灣的國務院 就是行政院港澳小組 再有港澳小組分給總統府啊 還有一些其他有關部門底的 那當時就已經所有台灣有關大陸問題 甚至港澳問題的專家呢 都一再強調就是 一國兩制是騙人的 一國兩制是不可能堅持下去的 那在當時我最記得清楚的 在1984年9月26號 《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公佈的時候 9月27號國民黨行政院院長 即國務院總理余國華已經說這些人 我們絕對不接受了 我們如果目前最關心的事情 是怎樣去接濟這些香港的愛國同胞 主意就是指調經理那一批 那時候講得清楚了 然後他在《中央日報》連登了三天 叫西藏淪陷三部曲的專文 大家知道當時《中央日報》 相當於現在大陸的《人民日報》 是不是? 上面的社論很可能呢 是當時有些人幫他寫 但是一定就是蔣經國的意思 是不是? 那當時還說這個是權宜之計 還要搞到鄧小平出來公開澄清 我們一國兩制不是權宜之計來的 那你記不記得這些新聞呢? 其實台灣是自古以來 從他們說出來 就已經沒有接受過的了 嗯 竟然很多香港人呢 竟然就說 台灣和大陸達成的九二共識呢 就是一國兩制接受到一國兩制 那你說搞笑的 那你就說台灣從來都沒有說過 從來都沒有市場的一國兩制 那今天馬英九就走出來 就說這件事已經宣告死亡了 一國兩制是不要的 在台灣是不可能接受的 就是沒有這件事 那你覺得是不是和他 因為國民黨呢 就是很多人 就是讀一國兩制和這個國民黨 其實是黏著的 這個他現在要這麼清楚說這句話 其實是不是都是因為 接下來就是明年 就是台灣有很多地方選舉 台北市長又要再選 這個是不是就是 就是他必須要做的一件事呢 要不然就是你國民黨還用不用選呢 現在 那國民黨其實呢 地方選舉跟一國兩制就沒有什麼關係的 嗯 影響很大的 我想提出這樣的猜想的人呢 可能是不知道台灣的選舉政治是什麼 只要去到國家層面的中央級的選舉呢 就是牽涉到國策怎樣制定怎樣執行的 就是總統及立法會議選舉呢 那才有可能和一國兩制有關的 那麥英九的澄清我想最主要都是 他自己太悶出來說兩制而已 他根本都沒有可能出來選的啦 現在國民黨主席又不是他 國民黨裡面最有勢力的人呢 也不是現在的郭嘉嘉雄的江主席 現在國民黨最有勢力的人士 仍然是韓國瑜 現在是韓國瑜? 仍然 只不過他暫時不出頭 就找趙思昂出來 那是韓國瑜這個 我以為他已經打包藏起來了 韓國瑜現在什麼情況呢? 就是媒體沒有見過他了 韓國瑜很簡單 我就五百多萬選民 這些人都是我們的底盤 就這麼簡單了 你明白嗎? 韓國瑜沒有接受到一個兩制的 你有空去看他們的碩士論文 就是在香港華航貨機談判的 都是罵到一個兩制的狗 說一個兩制是廢的 騙人的 就將澳門特首和韓國特首 握手的兩張照片 就貼了糖就說他支持一個兩制 但是很奇怪 你看黃之鋒就說他 見中聯辦主任就破壞了一個兩制 但是文進東更加高明 說他見這兩個人支持一個兩制 結果文進東宣傳就成功了 所以根本跟你說現在的問題 根本是怎樣呢? 就是很多時候很多香港人 就知不知道些 就把很多宣傳當作事實 其實你看從李登輝上台之後 所做的歷史的統讀民調 支持統一的或者毛朝天統一 就是和共產黨統一的 其實從百分之十六 就一直掉下去 掉到只有百分之四 最近幾年還降到百分之二點幾 支持統一的只有百分之三都沒有 另外百分之九十七什麼呢? 就是維持現狀的 有條件之下用聯邦制 大家平起平坐才和共產黨統一 或者是台灣獨立 台灣自決這些 也就是不贊成和共產黨統一的 維持有百分之九十六的 在這個情況下你叫他接上一個兩制 你屈他說我們接上一個兩制 這件事很明顯 我覺得有一種搞笑的行為 台灣現在我們一向都沒有市場的 現在香港的情況會不會更加加速台灣 就是說香港都搞成這樣 總之千萬不可以和大陸走得太近 這個所謂的維持現狀 甚至走向獨立 走向台灣獨立這條路會不會更加明顯呢? 我想維持現狀這條路一向都明顯的 你又不要再把台灣的選民當傻子 統一是愚蠢到暈的 大家早就已經拖棄了 包括國民黨的極右派 超右派都拖棄了 不過你看看郭伯川的那些人 未死之前講了什麼就知道了 都叫超右派 極右派來的 現在目前國民黨和民進黨基本上都是 主要都是維持現狀的 那就是他們兩黨 只有非國民黨統一統都傻了的 我叫中國統一聯盟 就是以前的名作家 陳映珍 或者我老友 前淡江大學教授 黃津平 或者死了的同學 毛柱倫 這些才會支持《無條派統一》 大部分人今天早就沒有市場 現在問題就是 你怎麼找些口號 或者反中 抗中 離中 恨中去騙選民的選票 騙到的你就做總統咯 騙不到 那你就做在野咯 所以事實上來說 而且這種情況來說 在地方選舉的效果是不大的 一定要到中選舉 就是2024年才有效果的 因為地方選舉影響不了這些國家政策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就是 只不過是證實了台灣人過去的一貫的預測 無所謂就是會加強什麼加強什麼 我覺得 其實你變成國民黨和民進黨 其實大家基本上就是維持現狀 因為大方向其實就是不變的 其實比拼了地方選舉 就是純粹就好像香港這個區議會選舉 就是到底誰做得好 或者蛇齋病人種做得多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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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次大陸 今次菠蘿和其他生果 入口之後呢 現在我相信地方選舉明顯 應該民進黨會跌不少票 因為這些菠蘿的生果 主要是中南部 民進黨都貼票票倉裡面投給他 那現在民進黨最大的問題就是2016年 蔡英文上台之後就堅持不承認九二共識 就是不成了兩岸談判的一九九二年 所達成的一個談判的先決條件 就搞了大家反面 反面 本來大陸單方面 給台灣的好處 那些東西呢 它現在慢慢逐件逐件收回來 就搞到台灣很多人的雞毛鴨血 好像我好幾個台灣南部的同學 你記得都很慘啊 每天都趕到田裡面說 快點收割所有的東西 然後就寄過來香港 我們講香港同學會 因為我們已經訂了幾百箱了 去支持台灣 你的同學是做農夫的嗎? 我的同學經營農場的 他們本身是農場來的 考了四、五次才考到大律師 但大律師只是接作 有時候不夠皮的嘛 那你老爸又擺開這麼多田 那田沒理由丟空在那裡不耕的嘛 你要是耕種米 要是種水果 那現在水果給它好賣的 又可以賣到大陸 種水果賣大陸 就賣日本 現在就這樣了 我想問一下 台灣禁鳳梨這些問題 就正正最近聽到一些中方的前線外交的消息 就是說其實現在領導人對於台灣已經失去了耐性了 就是香港搞成這樣 台灣又搞成這樣 就是已經沒有耐性了 就是一直都在說這個武統台灣的可能性 你自己見面 就是因為習大大是很需要建功的 就是才可以讓他繼續永續嘛 你問我說呢 我覺得越早打越好的 真的 因為早打呢 大陸失敗的機會就越大嘛 是 因為很清楚很多人就只是把這個問題 凍結在海峽兩岸 我認為30個省市自治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只有一個省和兩個縣的中華民國 以為共和國共內戰的嚴重 但是經過這75年的演變呢 事實上現在台灣和大陸如果發生戰爭 就已經不是一個內戰問題了 現在國際全球戰略形勢的轉變問題 你現在很多香港的叫做港蘭那些 都不知道真專家還是假專家 就經常在那裡偽然聳聽 其實港人沒有一個就像我那樣 在台灣最高國際關係智囊團 國軍中心住了11年的 我在那裡 練到九陽神功都練到第九級了 那才回香港 但我通常在香港很少說這些 為什麼呢 因為你說了之後就得罪人 你反映出某些人的水準低落 本身就得罪人 是不是 那另外就是呢 我主要跑的線 又不是跑國際線 我主要跑中國新聞 就說過中國新聞就算了 其實中國如果大陸要打台灣 你不是打一個省或者一個國家 你打了一個叫做 一加三加十一的聯盟 國家聯盟來的 一是什麼 就是美國 三是指日本韓國和中華民國 十一指東盟十一國 嗯 我問你 這十五個國家和地區 有哪些人是希望你中國統一的 你這件事不用用腦來想 用屁股來想 就是不可能的嘛 對不對 拿你好處還一件事 說你統一了 龍出東海 北海打到阿羅辛群島 南海打到澳洲 我問你 你那些人怕不怕呢 嗯 是不是 因為大家看到的嘛 萬一被共產黨攻佔了台灣的 台灣的 無論北面的基隆港 東面的花蓮港 或者南面的高雄港 一望無際 整個太平洋 分一半的 就是去到第二島鏈關島那裡 但是關島來台灣 是一千多公里的 幾乎打到中途左右 你可以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問你 你的國家會不會 就比你大陸這麼容易去打台灣先 所以你覺得台灣其實武統這件事 純粹是靠客 其實根本沒什麼可能的 也不是說靠客 是 打仗就是三個激熱因素而已 一個呢 就是你的實力 實力最重要的 第二個呢 就是當時的機會 嗯 第三個呢 就是本身對方有沒有來應 有沒有奸制 知道嗎 是 很明顯這三樣東西沒有的嘛 你實力是打不過 東盟十一國呢 我想就不會直到下場的 但是起碼 以越南和菲律賓呢 他會在南沙群島那邊 西沙群島那邊 搞一下 搞到就是 你很不空 那樣了 對不對 日本和韓國應該釣魚台 樓球那邊 又搞一下你 那你那時候應該是三面作戰的嘛 那跟著呢 美國佬就沒事的 只要你台灣頂得住前面的三日到七日 我第三艦隊就從日本神內村就開到台北外海 第七艦隊就從新加坡就開到台南外海 那跟著暴雷啊封鎖什麼都來 你知道共產黨沒有辦法在十二個小時之內 每個小時運一萬人去登陸的話呢 我問你了 現在台灣會不會先投降 嗯 現在很多人就以為 啊打到台灣就打 那怎樣都兵運過去啊 都是 大哥現在大陸我們 跟著全世界所有的 估計呢 你用導彈 去炸爛台灣的所有的機場海 講的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你要在一個小時 啊 運一萬人登陸呢 這個 都是有能力的 單單的問題 台灣地面已經有十萬部隊等著你了 嗯 這個動員體系裡面來講呢 它是可以在三日之內動員二十萬人 七日之內動員六十萬人在灘頭等著你啊 但是呢 但是呢 武統這件事情 除了武統之外 剛才你講的那個實際那個 現實的那個操作情況 就看你不可能 但是呢如果它在經濟上面繼續施壓 譬如現在就不要你的菠蘿 其他有很多東西 它一路一路減一路減 捏死你 我知道 最好就不要買台積電那些芯片 現在台灣對大陸最大的貿易順差呢 就是大陸所有電話公司呢 都要買台積電芯片 嗯 你買美國的芯片 美國不賣 買韓國的芯片呢 韓國都不賣 但是 你迫著去買台灣 所以台灣對大陸最大的速超呢 基本上就是高新科技的產品 特別是芯片 和這個精密機械 你夠膽就不去賣咯 你就去其他地方找些更糞的更貴的賣咯 而且還有台灣這些東西呢 不賣給你大陸講得難聽些 我現在開口印度想住買 越南想住買 因為現在很多的加工工廠 全部搬到越南、孟加拉和印度了嘛 你就不買咯 你不買有人買的嘛 就是現在就像生港一樣嘛 你說不買 立刻坐英文走來動員台灣人 自己吃 一次吃18斤 那行不行就行的嘛 那現在台灣的情況一樣 現在大陸對台灣的逆渣 或者台灣對台灣的逆渣 其實都是大陸不買台灣的東西 自己更加傷的那些東西 所以到現在為止呢 大陸只能夠這樣 就是對自己無關痛痛的水果 對不對 那些不只水果啊 還有鰻魚啦 還有那些叫什麼 那些叫什麼魚啊那些 那些草魚啊 那些叫什麼 那些叫什麼 鄧 鄧 鄧 是我的香港人的糖質 你知道嗎 那現在你禁一禁這些農產品 但是農產品對台灣來說 主要就是 應付南部那些土佬 讓他們不要作反而已嘛 最主要賺錢不是賺這些 你越禁這些水果的話呢 那些人越投民進黨 哈哈哈哈 所以現在大陸我覺得這樣呢 那個對台政策 或者台交政策 很明顯都是 一種已經進入了 一個叫做非理性狀態咯 非理性狀態不是今天開始的 是1,2,2,1,2 由於2012年 某人上台之後 就說這個什麼 不能用現在的30年 否定過去的30年 跟著將什麼 肚光養晦呀 絕不出頭的 全部都扔掉了開始的嘛 所以今天那種一國兩制 將它變成接近一國一制 都是正常的 但是小平的東西都扔了七八八了 扔掉這兩件 我覺得都是理所當然的 好啊 阿淡 這個部份我們談到這裏 我想稍後還有一個關於抗疫問題 所以和我們談一下 稍後